有史以来,世界上都一直存在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 这三种人的目标呢,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上等人的目标就是要保持住他们的地位 中等人的目标则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 而下等人的特点呢,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瑕旁固 只有偶尔才能顾及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儿 因此,如果他们有目标的话,无非就是取消一切差别 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如此呢,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而发生的斗争 其大致轮廓相同,什么意思?就是陷入循环了 在很长的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利似乎颇为巩固 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为丧失信心 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 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信心 然后,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了 因为中等人呢,他们要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阵营中来 要拥有群众基础 所以呢,中等人一直标榜自己为自由、为正义而奋斗 那中等人一旦达到目标之后呢,就把下等人重新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 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 不久呢,其他两等人中又会重新出现新的一批一等人 或者这两等人中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 这样呢,这场斗争就开始周而复始 这三等人中呢,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 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说呢,整个历史从来没有物质方面的进步 那不免延迟过甚 即使在今天这个时期 一般人在物质上也要比几百年前要好一些 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者改革 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 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呢 历史如果说有变化的话 那无非是主子换个名而已 金字塔结构是永远不变的 有点儿优独播剧场